这个表单咱们就说完了 表单说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哪个问题呢 还是在这个模板当中所去存在的 Flux这个进化模板里面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跟Jungle不太一样的 是什么东西呢 它这里面有一个特定的新的语法 叫做红 红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红的一个意思呢 代表的是说 你可以直观的理解为 就像python当中去定义函数一样 能够达到代码的复用 我们知道定义函数的话 你可以定义一次 然后可以多次调用 然后呢在模板当中 你也可以把重复出现的某段代码 给它定义成红的方式 然后呢多次来进行调用 能够去复用你的代码 这就是一个红的最直观的解释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红 怎么去进行使用呢 我们在模板当中的话 如果想去使用红的话 通过大括号百分号 然后呢去进行定义 定义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跟这个micro 就跟你在python里面去写那个def是一样的 micro就代表是定义红 然后呢后面要去写红的名字 什么名字由我们自己来写 我们在那些写的话 在python当中定义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这么去写呀 写一个函数 然后呢input再加破号吧 这么去写呀 所以在模板当中的话 也是micro就对应到def 然后呢这是函数的名字 函数当中要不要进入参数 然后的话 你要把这个破号给列得来 所以你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跟定义函数是很类似的呀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你把这个东西写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回括号 回括号应该也是大括号 百分号 end macro 代表闭合 然后呢在这个闭合的 破起来的部分范围之内 去写关于红的代码 就像你的函数代码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去写了 在这里面去写代码的时候呢 你想一复用哪些代码 就在这里面进行复用 那这个代码呢 通常情况下你可里面去嵌入新的 你看报啊 if啊 也可以去嵌入一个html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只要是想复用的东西 通通的都在这里面去复用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东西呢 咱们还是回回来 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然后呢 比如说这是红micro 好我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我们现在呢 还是去利用这个template当中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去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这样的模板 比如说这个模板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把它叫做index.html 然后放到这 在这个模板当中的话 我们来进行相对应的使用 如果说我现在进行定义红的话 那就是大括号百分号的方式 再进行闭合 然后呢通过micro 这个方式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micro的红 想做什么工作呢 对于这个input的输入框 可能里面到处都会用得到 那好了我就把它定义为叫做input 专门这个东西呢 就去实现一下 对于这个监控号里面的input 允许代码不用的 我们说了一个input的输入框里面 是不是可能会包含什么东西呢 可能会包含type吧 type 可能会包含一个对应的类型 比如说text 然后呢还会包含什么东西呢 还会包含一个对应的value吧 是不是也可能会有数据值啊 然后呢这个输入框里面 是不是还有size啊 size就是代表这输入框 展示的一个长度大小啊 可以放到这 比如说默认的话是30 可以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个输入框我就定完了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再进行一下闭合 也就是说通过n的micro的方法来进行闭合 闭合完成之后 这样一红就有了 红有了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那比如说我在里面去使用的话 咱们给他写一下 这是第一次 这是input的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调用的话 然后怎么去使用呢 直接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调用 怎么去调用呢 那就相当于是说 直接是使用两个大括号的方式 你把它当作模板变量的方式来进行使用 两个大括号放到这 然后呢中间加上红的名字 然后呢进行调用的话 可以也加上括号啊 就跟函数调用是一样的 我也加上括号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放到这之后呢 我回过头来 在这里面呢 直接进行相对应的渲染操作 我把它拿过来 软的放到这儿 然后呢 咱们直接去渲染一下 软的template index.tml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别的变量 我们就给它放到这儿了 放到这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这个里面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 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刚才是主页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点一下 主页 这时候你看一下 是不是第一次我调用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咱们把它看一下 显示网约缘代码 我怎么去定义的 它在这里面 就怎么去展开了 如果我想再去使用一下 那没有问题 这代码本来就是复用的 所以呢 把它比如说 咱们再来写一下 把它再来写一下 比如说我接着里面去写 第二次进行的调用 然后第二次调用的话 我再来保存一下 回过头来 我在这里面进行一下 重新的刷新 你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两次第二次输入框 也有了 第二次的输入框 也有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那紧接下来 你想调用多少次 就调用多少次 但是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既然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更自由啊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刚才我们所定义出来的这个红 也就是说定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是不是没有参数啊 你的函数在普通定义的话 还有参数的吧 所以我们现在定义红的时候呢 完全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带参数的这样的一种红 所以带参数这张红的话 怎么来进行定义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在这里面稍稍的去改进一下 比如说我将这里面去加条斜线 加上一条红线 放在这 然后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代表要定义带参数的红了 这个红的名字呢 比如说把它叫做input2吧 叫做这样的函数名字 紧接下来既然这个东西可以带参数 那你函数里面怎么去写 在这里面也可以怎么去写 比如说对于一个input的输入框 这个type是不是可能会有各样东西 各种各样的内容 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type 好了我把type呢给你当做参数 我参数名字也给你起了一个type 放到这 然后呢可能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value吧 value的默认值可能还会有 那么好了把value也给放到这 还有一个size呢 size也可能有 那好了我把size也给你放到这 相当于我会定义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定义完成之后 那我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直接去使用了 所以使用的时候的话 也是把它直接当做变量的方式 直接去使用 我定义了一个参数type type是我要放到这的 所以我就把type给你放到这 我还定义了一个参数 什么呢 是value 那好了把这个东西 value我也给你放到这 还有一个size 这个size也是一个模板链的量 我也给你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size 这里面相当于我定义了第二种的这样的红 定义第二种红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再去使用 这是he的这样的标题 比如说这是input2 这个函数的它的使用 咱们在这边直接去选一下 那我在调用的时候呢 也是input2 调用的这个是红 然后呢再去使用的话 是不是要到传参了呀 传参的话 这个参数呢 我就一个一个来传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参数是type 那我好了 我给你传一个password的 我认为你应该是密码类型 然后呢第二个value 不在这里面就可以按照顺序 value的话可能有个默认值 比如说默认值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空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size size的话我给你改变一下大小 size这个大小多少呢 比如说给你改为50 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去重新刷新一下一个面 你现在再来去看一下 这个input2的输入 把它也有没有打开 这里面看一下type类型 是不是password的 value是空的 sense是50 其实相对应的长度也展出来了 这是关键点 而且这个红的话 跟函数是一模一样的 函数还能够接收默认参数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红它也是支持接收默认参数的 我们把这东西再拿过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接下来再定一个input3 定input3之后的话 我可以给你提供默认值 好了type 我给你提供默认值 默认情况下应该是一个tax文本 我给你放到这儿 value的话 默认情况下是个空的 我也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size这里面的默认值 比如说就30 所以我也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这样一个带了默认值的参数 也放这儿了 那你如果说有些东西 你不想带默认值的话 跟你的函数是一样的 那你就把它省掉 都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input3 写了 这是input3 input3当中的话 我这里面也叫input3 那既然我每个东西 是不是都给你传默认值了 所以我这里面在掉的时候呢 一个参数都不传 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给你传参数 也没有问题 我给你传参数的话 比如说我还是给你传一个password的 然后呢 但是说这个默认值的话 也会空 但是长度呢 比如说我给你传100 我改变一下默认值 所以呢 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你再来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 这两个值也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网约研码关于input3当中 这是我采用默认值的时候 text空跟30 我改变了一下 那password 然后呢 value是空 然后呢 还有这样子 所以呢 这跟你的函数使用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flask当中 所对应的 红的一个使用方法了